大家好,請到鄧雅森主席訪問 我想問鄧雅森主席,你為何會開設這個頻道? 因為很多年前,我都帶了攝影攝錄的器材 去歐洲訪問一些陰謀大師 我想到的國家都有 例如俄羅斯、歐洲、意大利、維也納、波蘭、亞洲、日本、東京、大阪、韓國 換言之,你是跟一些音樂大師去訪問和訪談嗎? 是的,訪問一下他的音樂歷程 看看他如何接觸音樂 以及如何學習音樂 或者當中又遇到什麼挫折 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令到他們最終都會成功 這些片段是在你之前的頻道可以看的嗎? 是的,你可以搜尋香港鋼琴協會 就可以看到了 好啊,由第一集開始 你想帶到什麼給我們的朋友呢? 其實坊間真的有很多音樂高手 我覺得這些朋友也很值得跟他們做訪問 介紹給很多喜歡的音樂朋友 讓他們認識他們的音樂 好啊,這件事我們把音樂分享給不同的朋友 令到這件事很開心 我想問一問,因為我們現在經過疫情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在網上學習 我想看看你對於網上學習的看法 你覺得如何? 網上學習來說一定是勢不可擋 例如我近來都會用網上教學 例如soulmeeting 或者whatsapp的視頻 或者sky 都可以有效地教學 起碼比你停了幾個月 學生又沒有新東西學 又不知道方向怎樣 很容易半途而廢 很可惜 這樣怎樣連接到線上線下更加有效的教學 可不可以分享給大家的朋友? 其實呢,我也覺得在業界的朋友 應該多拍一些影片 或者開始自己的網上課程 是必然的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 這樣就延續了幾個月 其實呢,我們業界都有一些影響 但如果我們開展了網上課程 我們對於再有疫情 或者有第二波、第三波 你將來的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呢,我們就會很順利地做到教學 至於如果在網上的事情做不到的話 可以留待不在網上的教學的時候 你可以面對面說 其實線下也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立刻去糾正它的姿勢 或者一些微細一點的音效 所以兩樣東西都必須的 是啊,我很同意 因為其實網上網下 我想這件事一定是相輔相性的 如果譬如說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知道不能夠見面的時候 又不可以讓學習進度 去有所遲疑的時候 其實網上學習都是可以選擇的方法 那老師,多謝你的分享 那可不可以預告一下 接下來我們這個頻道 會有其他什麼嘉賓 很開心地跟大家分享 嗯,實在太好了 我們會邀請到很多音樂的高手 譬如發明樂器的發明家 又或者製造樂器的樂器製造家 也有一些音樂大師 又或者一些唱歌的歌手 總之有牽涉到音樂的 那我也會訪問他 因為是很值得讓大家知道 他們的點點滴滴 嗯,很想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還有有什麼帶給我們分享 那很感謝你啊,鄧老師 很感謝金寶利的訪問啊 OK,謝謝 拜拜